我覺得有一套戲就是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再旺迴狄先生的豪哥 周潤發簡直爆到不堪 其實我覺得裏面哥哥這個角色是最難做的 因為一開來已經肯定是很好的 沒有狄龍大哥的一貫好人 也沒有阿媽哥的義氣 他是做一個好人 因為他是做警察 但是角色徘徊在不好好之間 其實是很難演繹的 但是他真的掌握得很好 我記得有個訪問就是吳宇欣先生說 他有場戲說哥哥自己很憤怯地在家的洗手間打破玻璃 他說我叫他打一下車 我沒有叫他整塊打爆 打完之後整天的手都爆光流血 他說我馬上走到Leslie那邊 抓住他 握住他的手 多謝多謝 多謝 那時真的這麼合作 對 英雄本色 我跟隨他差不多結尾那段時間 在岸泉船拍 還有在茶果嶺拍結尾他們的槍子 最後那個Marco被打死那場 每天晚上他都聞到濕了 然後那時發歌 他會開車 通常太晚了 他都會自己開車 通常我們都是 那時說到天亮 或是在彩虹 然後再有司機車走 他對英雄本色的戲 寄望大不大 好像剛才所說 有一幕你說打破 在屋內打破 其實那幕好像是 之後出來的反應不錯 那晚五個場 英雄本色的戲 對 因為整套戲說他那裡 他好像很充分 對 那一幕出了之後 後來就叫他打破 是他看到的 後來現在又回來 後來又回來 現在你看影片 即是說看一些 錄影帶 不是當年這套戲 我是喜歡到 單單八、六年的暑假 我看了五次 這套是很厲害的 但是其實 坦白說 哥哥的演戲 大家都很記得 但其實他不是只有很多獎 在演戲方面 他拿過一次男主角 我看完之後 我都呆了 拿過一次 就是阿菲正傳 拿過金上獎 其餘那些 都是很多提名 但這個又奇怪 如果說角色 你最喜歡哪個 其實我喜歡 我喜歡他 善女優魂 是 寧財神 Candy 阿菲正傳 阿菲正傳 就是拿獎 是否女人都喜歡那種 不羈的男人 覺得很有型 普遍來說 可以說 女人喜歡說是男人 但在那套戲 寧財哥是有型 不羈的 不羈 英俊 不懂得說 他那種不羈 不是現在那些 很爛 很濫 那些 是高貴的 就是大家在談論貴族的感覺 其實有沒有想過 如果阿菲正傳 或者東邪西讀的歐陽鋒 不是龐哥做的 會落下一個什麼的收場 或者是開不開整套戲 你記不記得 八八年 Version Snow的大碟 記得 他在雪地上 帶著那頂 類似蘇聯的軍幕 對 對 你想想換成另一個也會死 你看誰戴都不會好看 我覺得 其實這張碟 都是被低估的一張 為甚麼呢 坦白說 當年的談論太厲害 剛剛同期有張 半夢半醒頂住的 因為半夢半醒 就是迷惑那張大碟 是同期出的 所以難怪 你想想 有半夢半醒 愛的逃兵等等一系列 所以難怪 還有它之前那張 《無心睡眠》 那張實在也開得太厲害 通常第二張,接下來的那張都會稍稍回一回 這些是正常的 以前80年代的時候 其實他們出帖的frequency都幾regular 暑假,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暑假 記不記得做完十大勁歌金曲的時候 你很希望看他得獎後再唱那首歌 因為那首就是新歌 大家就很想看 例如我第一次看側面的表演 就是他拿完最受歡迎男歌手 第一次出鴨尾 就已經封摸了全香港 每個人都學鴨尾 每個人都學鴨尾 我也說過 其實我不知道有沒有網友說過 但是 吳鎮尾說過 又告訴你 都是那樣東西 你模仿 真的模仿就只有一個模仿 慘淡的收場 是很難戴的 剛才說的衣服 他找JPG做演唱會的衣服 又或者他的髮型 其實他都算是前一批歌手 專注他自己的髮型 我覺得 我記得當年又是說 2000年的演唱會 我記得有一個女藝人主持 現在是TVB的角色 那時候還在亞視 他說 哎呀我不買的 為什麼要這樣 頭髮弄成這樣 這個人像我不買的 這個藝人都是一個比較理性的人 我跟他說 有什麼問題呢 你覺得你錯失了很多 你放不開心情去感受一些 別人的藝術的創作 或者一些表演的藝術 除了這個 就算剛才說 譬如他做《東邪西毒》 又或者《白髮魔鬼專》 做《黑衣》都比較漂亮 你另外還記不記得 他很久來拍過戲之後 再走出來 拍過那套《大富之家》 《大富之家》 《高之深》 然後他走出來的時候 一面流騷 有半長頭髮 好像《奧米賈頭》 是的 其實很多人的心目中 都說 其實我想看一個帥哥哥 但我記得當年我還在《溫哥華》 拍《蘿蔔頭》 對 《蘿蔔頭》 他一走出來 那些女生聽到拍手 很想 你別管 那位哥哥就漂亮 拍手覺得好看 但《臨美》 那套《大富之家》 《臨美》 他最後再出回來 都是一個帥哥 樣子看完帥 怎麼都要給那些東西 怎麼都要看那些東西 說漂亮 他一定是後無來者 譬如說他 你記不記得很多年前 我如果沒有記錯 他應該是第一個男藝藝術出寫真集 是1988年 1988年 配合《Hot Summer》 那張碟一起推出 那時100元 我第一時間買了那張 即是那一本 我記得當時有些照片 是否在家裡拍的 是的 我聽聞這個傳說 不如讓你證實一下 他家裡是那些很要Style 即是很有品味的人 是 他是不是在地板上割了全 然後放些被子 我聽聞過這個傳說 是嗎 其實是這樣的 我跟他那時 他住在江南 其實那間屋已經很 我覺得很漂亮 很有品味 很有品味 即是你不相信 哇 那年來沒有人的屋子有品味 是的 他一進去 有一個open kitchen 然後有一個大露台 露台擺什麼呢 原來擺一個水晶的body 一個水晶的body 很大一個人 就是放在露台 他不是放在房間 不是放在廳 然後放在露台 然後露台就少少看著泳池 即是他 接著的裝飾和放一些東西 或者用一些傢俬 那些東西全部都是很漂亮 在八十多年 他已經說是用B&O的東西 哇 已經是B&O 我說什麼 他真的走得很前 很前的 這麼先進 已經是 那玻璃炸機 已經是很大個輪子 像教育一樣 已經是那種 壓力還沒有軟 他真的很好 他走得前 但是那種前 不會讓你覺得很突压 很標其立意的感覺 仍然是很舒服 讓你接受到 這個錢才是真真正正的高手 即是再說 他那種追求生活的品味 就是我第一次說 我的朋友和我很熟 即是我幾個best friend 他第一次去到他溫哥華的家 他說 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哪有男人老狗 洗澡的時候怎麼蠟燭的 他怎麼蠟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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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